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昌兵殿 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 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 但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 一百年来 中国战乱频繁 生灵涂炭 人民屡遭浩劫 历经艰难 宪政 命运多舛 功败垂成 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三十年的相对安宁 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 并逐步回到世界文明家庭之中 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虽然一九四九年曾有灵宣布 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 这一百年和此前数千年一样 人民实际上成为做过一天的主 新开百年之后 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民权不张 公权必然无限膨胀 巧取豪夺 强政烂拆 欺压百姓甚至炒见人民之势 无所不在 在个公权力之高无上 横行无际的国家 政府必然是掠夺 一切掠夺和腐败的总根源 改革三十年 中央放松管制 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 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 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 人民的劳动成果 必然遭到各级官员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 攫取与瓜分 人民收入的增长 必然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 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 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员 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的疑信 造成了不可遏制的腐败 堕落 庸俗和败金主义 另一方面 是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 并破坏了生态环境 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发展的速度 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 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住 直到危及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 存在了几千年中国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没有信仰 没有是非 没有道德勇气 没有自我反省和进化的能力 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多如牛毛 空气从来没有如此浑浊 食品从来没有如此不安全 草原和湖泊 从来没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 那么今天 中国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 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动力和产品 通过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 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 另一方面 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 掠夺他们的资源 介于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 这种掠夺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 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 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 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 但最后变难发现 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上存的一点民族自尊感 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 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 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的所有所谓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等等 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成为新国燎原之事 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 民族主义情绪 完全有能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 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回富难 经与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生平背后 实际上到处都埋放着一出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 一切罪恶都归应于奴役人民的专制 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 并不因革命而打破 恰好相反 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 满清父王的教训在于 只有及时实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 如果统治者执迷不入拒绝改革 那么不仅统治者自己将玩火自焚 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 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 腐败横行 资源浩劫 环境破坏 民不聊生的万劫不复之地 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 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 只有依靠人民 要建立宪政 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 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 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 能制定和施行一步人人自由的宪法 而专制的罪大罪恶 不仅在于践踏的人的尊严 而且在于剥夺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 使他们自甘堕落的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 中国宪政的最根本困境在于专制体制 为自己的持续生成 创造了最有力的人格状态 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 形成一对互为一臣的稳态 要打破专制的克就 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 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 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 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 临度力图恢复人类的道德常识 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正致命之理 人人都有不可剥夺 不可浪度的内在尊严 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 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 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 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 只能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它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被人民彻底抛弃 然而专制是根深蒂固 专制的病毒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 毒化了每一个国人的品性 要摆脱专制如意 不能不对专制造成的危害 和国人的现实处境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部分 专制的病症与罪恶 所谓专制 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 代替人民统治国家 而具体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 对人民负责 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私的 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 在统治者交恒淫逸的另一面 是饱受剥削欺凌的人民 更确切地说成民 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成民 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 构成的一对共生体 统治者齐在成民头上 作威作福 唯唯落诺的成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障 只有在被逼到绝境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才会接杆而起 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蓝发泄 不仅不能改变成民人格 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力和无耻 革命之后 新的统治者依然顾我 甚至倚藏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 对整个社会实行更加极端的暴政 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当中 丧失殆尽 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争 与革命的风云激荡之后 中国的专治秩序再次面临土崩瓦解 但是专治给社会造成的永久创伤 却无法弥平 专治传统所生成的周末复始的历史惯性 也几乎无法打破 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 人民永远是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专治政权的罪恶 一个专治政权给人民带来的伤害 倾逐难除 以下只是摘其要者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 并归为己有 无论是劳动力 土地 自然资源 还是水甚至空气 这些财富或者落入大小官员失望 或者任由他们以公款消费的方式 堂而皇之挥霍殆尽 国家越大 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 专治统治就越稳定 人民的苦难越深重 统治集团越忠于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救星 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所谓执政奇迹 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 攫取巨大垄断利益的同时 还在不断寄予人民靠辛勤劳动 分得了那份口粮 而之所以还给他们留下一口 是害怕他们忍无可忍 挺而走险 它挟持整个民族 愿意征用国家财富 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 用压榨本国劳动力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 去所谓拯救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 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 作为一个自立政府 专制政府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卖国政策 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 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 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 卡扎菲穆巴拉克自流的独裁者 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美英雄 恰好相反 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 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 和他们混得炉鱼得水 并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 若中国有遭移植走向战争 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 而是全体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气 但恰恰又是他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 不遗余力的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 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 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 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甚至不惜把整个民族放在战争的火山口上 在维持主权的大旗下 所有执政劣迹都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针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轻而易举的被贴上 所谓卖国的标签 所以自发的维权运动 都是所谓国际反华势力策划的结果 都会严重捞乱社会秩序 他为了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而实施高压民族政策 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 禁止不同族群的人 人民之间的自由交流 人为制造族群矛盾 割合与仇恨 买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 进而以此作为维持极权专制的借口 任何专制政统治者 都会把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起火南下中 引火自焚 他本人的嫉妒和压制不和官方主流的任何学说 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任何组织 从而有效扼杀 取代他自己的所有政权和道德历练 政治与道德历练 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或寻服或同化 或排挤迫害打压 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自一任性 而原为制造国家敌人 而且是整个民族生存一片信仰荒漠之中 官方正统教条早已成为一具僵尸 却仍然捆绑了众多茫然的心灵 使他们不得自由接受不同信念的洗礼 而只能任由自己荒废空虚死亡 他禁止所有实质问题的自由于公开讨论 使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 麻木 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 在网络时代 他不得不放任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 窃窃私语 他可以让虚假广告满天飞 甚至可以对色情言论视而不见 他巴不得整个民族都禁营在 孰不可耐的打情骂俏之中 但是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严肃 而所谓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 从而使国家决策变成一场 忙人骑瞎马的自杀式竞赛 他让社会失去理性 不仅因为他愿意设置言论禁区 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 有意义的辩论中 训练缩理的习惯 而且他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 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 只有靠枪杆子维持 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 一个不讲理的政府 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 一个大独裁者 培育了一群小独裁者 权儒 势力 暴力 权力崇拜 是这个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他让所有恶法盛行 让所有良法失效 让所有法官成为傀儡 让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 让实现法治国家的宪法宣言成为市井向法 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明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 都是法治对立面 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 不利就搁置 即便个别开明的改革者真心要实现法治 但是无论用心如何良苦 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撼动和法治对立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更何况在一个人的青年不足以救国 一个人的腐败不足以灭国的囚徒困境之中 在开明的统治者自己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人到自己的时候照样不会接受法治的约束 在一个腐败经渗入每一个毛细血管的社会 相对的青年会因为阻碍腐败 而以所谓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那他的罪大罪恶尚不在此 而是在于明灭的成名的自由人格 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 并使他们永远心怀恐惧地匍匐在他的阴影之下 在全能政府的对面 我们发现一群无人的人民 他们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 官员不以剥削压榨人民为止 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止 人民的卑贱落落 纵容了官员的骄痕无耻 官员的飞扬跋扈 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 在这样一个集体人格堕落的社会 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抵制政府的胡作非为 明知这个体制不合法 官方宣传无意义 如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只能是集体毁灭 但是面对党旗信誓旦旦 握拳宣誓的人 仍大有人在 只要自己还能保住饭碗 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近况 只要自家房子没有被拆 自己还有一席遮蔽之地 只要这个国家残存的空气和水 还能供自己苟全 就不会有人起来反抗暴政 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所谓发展之后 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 每个人都义愤便宜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轮到自己的造就乖乖按潜规则行事 每个人都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 他又心甘情愿充当这台庞大专制机器的某个部件 为他的任意试验 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二 小部分 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 另一半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 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 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 使国家永远陷于不能自立 自觉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 举其大者 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约无耻 专制是迄今为止最无耻的制度 并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专制政权厚颜无耻 自我吹捧 不择手段 封杀批评 他不仅用强权压垮每个人的脊梁 将每个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落落 卑躬屈膝的运生虫 为了趋利 无所不为 为了避害 静落寒蝉来自 甘愿鹦鹉学舌 而且为每个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 尤其是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 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他折体 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词感 最终是一国只能统统变成将说谎和造假 当作美德的无耻小人 二月 诺鲁 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成名的普遍恐惧基础上 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 待遇 名利 家庭面前 畏首畏尾的可怜者 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 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 教授儿童说话 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 质疑正统 坚持真理 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所谓信仰 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 而在不受质疑 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必然衰亡之后 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 致使全国上下不胜任何信 一群没有信仰 没有组织 一盘散沙的个体面对庞大的权力怪兽 自然下着争先恐后祈求 权力的放生于施舍 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 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 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 也是决定成奖宠 身典的最高依据 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 也不例外 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 不仅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 而没有独立判断 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 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 即便对伤天害理的行为 也因为上级旨意 而显得情有可原 一群若若的佛民 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 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